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呢 为什么要讲高尔基 高尔基呢 是关于俄国知识分子最典型的一个代表 我上课的时候呢 专门要讲一节呢 讲俄国知识分子呢 我的同学经常会提一个问题 那高尔基现在到底还算不算俄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他为什么在一生当中有这么多的起起落落 和这个政府之间的离合合如此的离奇 所以呢 现在在俄罗斯呢 研究高尔基呢 是一门非常大的学问 非常大的学问 很多人 中国人都看不明白 他怎么会在十月革命当中 发出了那样反列宁 反十月革命的声音 而且在十月革命之后呢 愤然出国 却在斯纳林时代呢 拥抱了这个体制 而且成为斯纳林体制这个大合唱的领唱者 他为什么会表现得这样离奇 很多人经常会提这样的问题 我就说 那既然这样 那高尔基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个案来抛弃一下 我先让大家看看高尔基的一系列的图片 这是高尔基年轻的时候 高尔基是一个底层作家 从底层呢 1892年的时候呢 登上文坛以后呢 就是一颗冉冉生气的红星 大家看看这是高尔基年轻的时候的照片 这也是 基本上还是在他刚出登文坛的时候 高尔基的个子非常高 差不多要一米九零以上 高尔基个子非常高 他写的什么我的大学呀 童年呀 在人间呀 可能是作为就是50年代后新中国的那些在这个和苏联热的时候 这都是必读书 现在对你们80后90后大家都非常陌生 不要说高尔基 我记得刚才我跟郭老师在路上讲 他说他女儿可能都不知道 我曾经问过我女儿 我说你知道普希金吗 她说我知道啊 我说那你读过普希金的什么东西 你知道普希金的什么吗 她说我知道普希金的老婆长得很漂亮 我说那你那你竟知道了这个 你没有读他的作品竟知道了那些八卦的新闻 可见这个真是就是差距还是很远的 跟我们那个年代 你看这也是高尔基的 高尔基是36年去世的 跟鲁迅是同一年 跟鲁迅是同一年去世的 就可以看看 看一下他的图片 你们看看 这已经就是回国的时候到了末年 因为有的照片 原底片不是特别清楚 大家大概看一下 可看一下 高尔基这个年龄岁月的这个变化 这是高尔基回国的时候 回国的时候 这是高尔基 这张照片就是可能大家见的比较多 在国内用的也很多的这张 这是高尔基已经到了暮年的时候了 这就是他临去世前 临去世前36年 高尔基死之迷 也是一个现在没有解开的 到目前为止 关于高尔基怎么样去世 还是一个谜 没有解开 有很多人专门也研究这个问题 这是高尔基和托尔斯泰 俄国的这个文坛上的一个双子座 但是现在呢 很多人认为 高尔基不配站在文坛上 为什么 这个我一会儿给大家要讲 这是高尔基和罗曼·罗兰 大家知道 罗曼·罗兰 斯维格呀 这是当时那个年代的一些著名的作家 这是罗曼·罗兰 这个图片应该拿掉了 这个大家可能觉得 怎么来到这图片呢 其实这是斯大林的 因为以后 后面我会提到斯大林 这是斯大林当时在警察局的档案里的图片 这是斯大林的图片 大家觉得 哎呀 这肯定不像 已经看着的 但你们看看这个过度 慢慢就会觉得 还是有一点点像 这已经就慢慢的就能够逐渐 这个是 这是五十年代中苏蜜月的时候的宣传画 其实类似的宣传画 它底下当然是俄文了 但是这样的类似的宣传画呢 我们五十年代也有 就是我们把它底下的这个 写成就伟大的这个中苏人民鲜血凝成的友谊啊 类似的这样的都 这是苏联当时做的 也是一些宣传画 这是莫斯科大学 你们可以看一下 莫斯科大学是以罗曼·罗兰索夫命名的 莫斯科大学的这个楼也是很大 围着这个楼要公共汽车六站 所以 这个 很大 它也是一个综合楼 正面是这样 在列宁山上 但是后面它整个是方的 非常大 这个楼 大家看一下这个莫斯科大学的 这斯大林去世的时候的这个图片 斯大林去世的这个图片 后来把它的 从这个就是赫鲁晓夫 把它从原来的那个水晶棺里移到这个克里姆林宫墙下 移到克里姆林宫墙下 这列宁和斯大林 列宁和斯大林的图片 大家看一下 好 我们现在就大家看一眼图片有一点感性的知道 高尔基是个什么样的 长的什么样的 就高尔基呢 在官方拥有的这个声誉 是整个世界文学史上任何一个作家都没有办法奇迹的 啊 没有奇迹的 就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街道 图书馆 学校之多 是无法想象的 所有的这个苏联的城市 苏联时期所有的城市你去了 不用看 主大街 第一条叫列宁大街 第二条就叫高尔基大街 现在列宁大街基本上已经没有 但是呢 前两年我去远东的时候 哎 发现高尔基大街还在保留着 啊 列宁大街已经不叫了 但是高尔基大街还有 那么 这 这种状况已经延续到巨变以后 在俄国呢 素有一个说法叫大起大落的高尔基 啊 他呢 一生当中的自我颠覆 自我否定的这个价值观的这种跳躍之大 叫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啊 很多人觉得不 所以 关于高尔基的这个评价就像烙煎饼似的 这么翻过来 又那么翻过去 啊 波兰曾经有一个作家呢 写过就是高尔基 一生当中七次死亡 啊 就是七次已经去世过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作家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复呢 啊 中小学课本在06年的时候 就在俄罗斯那时候 还不知道苏联 就已经把他的作品取出来过 到了92年的时候 啊 在整个苏联剧变以后 法基耶夫和高尔基的书 又一次成为思想上有害的作品 被复制一句 啊 但是他也曾经达到过无法企及的高度 就是他到底在两极之间 为体制作斗争 对同体制作斗争 和为体制效劳之间 出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大家都在问 很奇怪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可能未必能找到任何一个 如此反复 不稳定的一个作家 就他在革命的风和当中 没有哪个人像他这样 具有戏剧性 利哈乔夫曾经说 利哈乔夫呢 是普京奉为国师的人物 他是好像2008年去世的 利哈乔夫就说呢 他说 高尔基由一个被压迫着的 这个捍卫者和鼓舞者 变成了压迫者的辩护者和谋士 一个人一生当中扮演了两种不同的角色 即使反抗者 即使反抗专制制度的呐喊者 也是顺从极权国家的味道 一个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复 他的矛盾的之处就在于 他曾经不惜同整个知识界决裂 成为激进的左翼的同路人 在革命成功的时候 他和列宁愤然决裂 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代表者 现在同学们如果还想找 高尔基有一本书 是90年代出的叫 不合时宜的思想 这本书呢你们翻看一下 你简直觉得这是高尔基说的话吗 你看看 但是奇怪的是 他在这个体制取得成功的时候决裂 却从在斯大林的感召下回来以后 肉麻的吹捧斯大林体制 在斯大林搞大苏反之前 他是这个体制吹捧最厉害的一个人 所以呢很多人就说 他突破了这个知识分子 俄国知识分子的呢 俄国知识分子这个词 本身就有公共知识分子的含义 他们在沙俄时代就叫心灵反对派 思想反对派 就说高尔基却最后变成了 御用作家的领军人物 变成了统治者 蟒蛇餐桌上加兔的供应者 所以呢有人说 高尔基这支海业 已经变成了 诱苦不同观点加压 这个野压的加压 到底高尔基的这种反来伏去的转变 他是不明就里呢 还是思想上的这种迷途呢 还是由于个人形而下的考虑 而发生的转变呢 所以破解高尔基之谜呢 成为解惑俄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难题 到今天还有人在问这样的问题 他到底是圣徒还是优大 还有人提这样的问题 好我们先讲个高尔基的第一次转变 因为什么 他是98年的时候 1898年的时候出登文坛 他当时登上文坛的时候 就体现了他在价值观上的摇摆和矛盾 一方面呢 他自己称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 同时呢 他对民粹派的这种底层情结 非常强烈 但是呢 他一方面呢 又非常的 对启蒙思想家 那些呢 就是贵族知识分子 俄国的这些 托尔斯泰呀 托斯托耶夫斯基呀 土格尼夫呀 包括果格里呀 这一批都是贵族作家 对这些人又非常清晰 所以 格尔基自己说 他说我经常表现出两面性 俄罗斯人的这种两种灵宏观 在我身上都能体现出来 但是呢 这个时候就并没有妨碍 他成为俄国文坛上最耀眼的一颗星星 在02年 1902年 不是2002年 100多年前 在1902年到1904年 关于各种评述 格尔基的著作就有100多种 两年之间的著作就有 他当时他的文章就被 就是100多年前 他的文章就被选到中小学课本里头 被搬上舞台 这也是格尔基的艺术生命最鼎盛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以说他是洋溢在喜剧当中 到05年革命之前的话 戴尔基基本上是一个文学当中的人 他的观点是这样的 他就说 既反对 反动倒退 但是 有避免革命震荡 他当时对革命是这样的 革命啊 是这种以暴易暴 会把已有的文明摧毁 所以他是反对革命 他和知识界 当时整个俄国知识界的观点是相同的 只是他个人作为革命者的私人朋友 啊 和很多左翼 政治家呢 保持一种友谊的关系 他同情革命 但是呢 啊 就是 又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 反对暴力革命 啊 他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些提法 都表示疑惑 啊 都表示疑惑 他认为如果这个专政将来扩大的不好呢 会成了专无产阶级的政 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他的这个 这些呢 考虑可以说是有预见性的 啊 他自己称他是一个无党派人士 他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 是一个缺乏自制力的艺术家 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在 1905年的时候第一次和列宁会面 啊 列宁会面以后就发生了一个转变 06年的时候高尔基去了一趟美国 到美国去使他的第一次转变的一个契机 他到美国去呢 他到美国去之前去了一趟法国 法国呢 对他是一片鲜花和掌声 到了美国去以后呢 就十分的不愉快 为什么呢 他感到他在美国受到了冷遇 啊受到了冷遇 因为呢 美国这个社会 很多人可能就是 不知道这个欧陆之间呢 和这个新大陆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美国这个社会呢 他呢 本来就缺少文学圣殿的这种概念 你比如说像 像什么呢 果格里啊这些呢 他在法国 他都是在外神殿里头 啊 他都是在这些 但是在美国文学家没有这么高的 这种地位 社会良心和批判理性的这个美国呢 很多呢 他是呢 这个充当先锋者的是什么呢 是一些呢 公共媒体的记者 政论家 啊 政论家 就是那些呢 思想家 他也不是借助文学的形象 来抒发自己的思想 所以 通常是出身并不显和的富豪 在美国作为平民中成功者的这种地位 反而呢 要比文学家的地位要高 高尔基当然不知道这个 但是他到美国去以后 他就觉得呢 一下子触发了他的民族主义和左倾 啊 和他的这种左倾的这种思想 他当时在美国就写了一个这个小说集 就是在美国啊 在美国 他认为呢 美国呢 知识界非常势力 资本家非常势力 所以呢 他当时就发表杂文呢 就抨击资本家的虚伪 他认为美国太虚伪了 我这里有错别字啊 他说 这个时候他对05年革命的这种看法 就发生了一个转变 他说 我喜欢那些愿意使用任何手段 哪怕使用暴力 去反抗人生之恶的积极人物 这对他以前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鞭子 这一次突变 使他小说中输到的人物 发生了一些唯物主义战斗性的转变 他高尔基是开创俄国这种文学史上新现实主义的 从这个到美国去之后的话 他把革命提出到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地位 这是高尔基发生的转变 这个时候他从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变成了布尔什维克的狂热拥护者 从追求个性解放变成了要求个体服从整体的这种集体利益 把爱作为创作的原动力变成了以仇恨和斗争作为写作原则 这是他的第一次转变 从主张用仁爱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 因为他原来跟托尔斯泰关系好 托尔斯泰是一个像甘地一样的非暴力不合作的这个提倡者 那么他原来是主张用仁爱来解决社会问题 现在主张用什么呢 用暴力革命 从对以贵族为主体的知识群体的这种不信任 他原来是有一定的梳理 但基本上还是一个连带的一个关系 但这个时候就逐渐的否定 这里面高尔基的转变除了政治因素以外呢 还和他的私生活有关系 我们一般来说的研究一个人物的话呢 私生活是把它放在一边的 但是对高尔基这个人物来说 如果不提到这一点的话呢 就很难完全理解 因为高尔基性格当中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高尔基是个比较耳朵根子很软的人 是一个比较没有主见的人 他私生活当中他的几个妻子 每一个人的这个妻子 介入他的生活 对他个人的影响都非常明显 他的这个第二个妻子 第二个妻子呢 就是他04年的时候 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女演员 就是菲德罗夫娜安德雷耶娃 两个人的恋爱以后 就是成为他的妻子以后呢 这个安德雷耶娃呢 是一个俄国历史上的一个奇人 第一她是一个女演员 第二她是一个坚定的左派人士 她在左派领域的这个交际花呀 这个交际手段的话 被列宁成为奇人 就很多左派人士都败倒在她的十六群下 她曾经是俄国一个大富豪 摩罗多夫的情人 摩罗多夫呢是分裂派 分裂派呢 这个是俄国历史上的话呢 和沙皇不合作的一个教派 在05年革命的时候摩罗多夫自杀 留下了一大笔遗产 遗嘱的执行人就是安德雷耶娃 安德雷耶娃在摩罗多夫死后 就嫁给了高尔基 他手里拿着一大笔钱 那这笔钱呢 摩罗多夫就是捐给俄国的左派 社会革命党 但是俄国历史上的这个社会 不是社会民主党呢 后来分成两派 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 他没有说捐给哪一个 所以双方都在算计这个钱 当然高尔基和他的妻子 更加偏向于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 这样的话呢 由安德雷耶娃拿着这样的大量的钱 因为很多人呢 搞俄国革命的时候 从来都不问 革命者的钱从哪来 革命者都是职业革命家 不是生产不去挣钱 这个钱从哪来很少有人问 我专门其实为革命金钱写过大文章 写过大文章 谈俄国革命的这个钱都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那很多人研究者就认为 就是这个安德雷耶娃点燃了没有主见的 耳朵根子很软的高尔基心中的革命烈火 所以甚至在05年革命高潮的时候 当时高尔基没有介入 但是安德雷耶娃在高尔基的那个住所里 制造炸弹 制造炸弹 把它作为当时接累战斗武器 我们可以看看 它的这个图片不是很清楚 但是大概大家可以看到 安德雷耶娃一直活到斯大林时代 跟斯大林同一年去世的 1953年都去世的 这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还有一个比较清楚一点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个子也很高 个子也很高 这是莫斯科大剧院的 这个艺术剧院的一个女演员 女演员是她的 其实是她的副业 她的主业是干革命 主业是干革命 这是高尔基和安德雷耶娃 这可以看得出来 你们可以看得 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大概大家还是能看得出来 很多人说 这个女性要是坚定了走上街里的话 往往比男性更有那个什么 更勇敢些些的 这个应该更清楚一点 你看安德雷耶娃的个子很高 因为戈尔基本身就很高 他俩站在一起 我估计这个安德雷耶娃 没有一米八 起码也有一米七几 反正是个个子很高 个子很高 当时呢 俄国05年革命以后的话呢 就是发生了一个事情呢 就是 有七个知识分子 这我估计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比尔加耶夫他们为首的 这七个人呢 写了一本书叫路标 路标 这就表示知识界整体的保守化和佑者 很多人说为什么呢 知识界既然是代表着社会的良机 他们为什么会保守化呢 就是他们在革命当中看到了 以暴易暴民粹主义情绪的这种 爆发以后呢 他们感觉到 如果这个革命 以这种方式 来实现的话呢 那对俄罗斯已有的文明 就像会是一丝摧毁 所以这些人呢 另外就说我们一定要反思 反思 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会激进化 为什么激进化 当然一方面他们也认为 是我们的改革不公正 激起了民粹主义的情绪 另外他们也看到 他们说俄国长期以来 知识界一直是左倾的代言人 所以导致了这个呢 越来越走越左 越走越左 这样呢 高尔基的左倾化和整个知识界的 右倾化呢 就显得一个背离 当时在1909年的时候 解读高尔基现象 就是知识分子到底在革命当中 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立场 就是一场大讨论 就是一场大讨论 几乎所有的俄国知识界都卷入了这场讨论 那么可以说大部分知识分子呢 都是跟路标派采取一个共同的态度 也就是说比较反对高尔基的 所以的话呢 知识高尔基的当然也有像 卢纳查尔斯基啊 培汉诺夫呀 我现在有一点点突然感觉到明白 就是因为大家呢 没有这个俄国式的知识 所以我这样讲 可能很多人民你们会觉得很陌生 很陌生 这抱歉啊 有的人物我真的没有办法介绍了 像普雷哈诺夫 这是可以是俄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 就是路标文集当中的一个作解呢 就是叫 梅雷尔科夫斯基在未来的卑鄙者 这样评论高尔基 他说原来高尔基代表着俄国知识分子 左右着现代知识分子的智慧 他对俄国现实的作用 就跟托尔斯艾和托斯托伊尔斯基一样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代表性的人物的 这个超常规的一跳 往左一跳呢 使得俄国知识界震惊 就是说他认为呢 高尔基往左边跳 这个呢是不符合常规的 作为一场讨论的回应呢 就是包括我刚才说的路标文集 这些人呢 比尔加耶夫这些人呢 就高调倡导政治保守化 反对激进主义 反对激进主义 这是比尔加耶夫 从年轻到中年到老 他是1922年在哲学家之船的时候 被苏联赶出去的 他们一批哲学家赶出去 然后在法国 在法国 在法国以后呢 就写了一系列的东西 写了一系列的东西 巨变之后 这些东西被俄国人发现呢 说原来我们的思想传承在国外 可以把这些东西拿过来用 我在90年12月25号 买到这个 比尔加耶夫写的 俄国共产主义企业 当时你知道买这个书 火到什么程度 就是排队排的 从来没有 只有在文革当中 见过这样的局面 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局面 后来呢 很多俄国人都是 拿来以后呢 来复印 大家来转去复印 就是 觉得这个体制走到尽头的时候 不知道用一种 什么样的思想来做支撑 很多人就在觉得 重读比尔加耶夫 重读比尔加耶夫 高尔基是批判路标文集的第一人 高尔基 他认为这是俄国知识界的集体颓废 是一个堕落的一个大暴露 他用了一句话 他说从流氓 从普罗米修饰到流氓 这是俄国知识界的转变 来概括当时的知识界 他还说 他说这十年 是就是07年 1907年到1917年 是俄国知识界最无耻的十年 所以他说 他不惜于整个俄国知识界决裂 他也要坚定的站在革命的这个立场上 但实际上呢 于整个知识界决裂以后呢 高尔基觉得很孤独 高尔基觉得很孤独 09年的时候 当时莫斯科艺术军院上演了高尔基的《太阳之子》 观众反应冷淡 不说 就整个文学界没有人去捧场 没有人捧场 这次演出就标志着高尔基和俄国知识界合作的结束 所以到了06年的秋天以后呢 高尔基就移居到意大利去 移居到意大利 他一生当中多次去意大利 多次到意大利 然后到07年的时候 他以独立代表的身份 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 就是他基本上是一个左倾人士 是一个革命者了 他这个时候的文学创作基本上就全部停滞了 而且他后来左倾到比列宁还要左 比列宁还要左 09年的时候 他不是手中有一大笔钱吗 他和那像伯格丹诺夫这些人呢 在意大利的卡布利岛上办了一个党校 办了一个党校 那么以卡布利党校 后来就形成俄国官方史学家批判的左倾的召回派 就列宁是激烈批判这个这一派 高尔基的这第一次转变呢 几乎可以说从一个不涉入政治的一个文学家 一下走到了那个极左的一个政治家 这个转变是他的第一次的转变 但这个转变虽然出乎意料 但是还是有逻辑前提 因为他此前他就批判过 他说俄国的知识分子都是贵族出身 这些人太假清高 这些人呢 坐而论道 只在那里说没有行动 没有行动 所以他比较欣赏了行动的民粹主义 但是在这个之前 他对民粹主义是表示怀疑的 可以说截止到这个时候呢 高尔基还是在演证据 虽然他这一跳有点出人意料 那么第二次他又一次转变 第二次的转变的契机是什么呢 是1913年的时候呢 莫斯科剧院呢 把托斯托耶夫斯基的这个长篇小说 卡拉玛作夫兄弟呢 改编大获成功以后的话呢 他们非常受到鼓舞 他们就准备把群魔改编 群魔改编 我现在就是觉得 如果大家不读这些小说 我觉得这样好像就没有没有这种 这个信息的这种回馈 为什么我觉得 我现在可以判定你们都不太读了呢 因为我曾经让我女儿读 我们家所有的这些作品呢 摆在这里呢 她就没有这个兴趣 后来她 我说你为什么我们当年读的时候呢 读得热泪盈眶的 我读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东西的话 就是在那个宿舍里读完了 停了电了 然后拿手电 没有手电 蜡烛用完了 非得一夜把它读完 你怎么就读不下去呢 后来她跟我说了 她说 节奏太慢 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呢不适应 我倒是觉得她说的 倒是提醒了我一点是什么呢 因为呢 你知道吗 俄国呢她比较寒冷 慢慢长夜 因为俄国的这种就是 其实她的工作期只有五个月 那么那么在整整这种七八个月里的 这种时间里很长的时间里的话 人是不失劳做的 所以俄国的文学创作呢 文学家就是哲学家 里面有大量哲理的东西 她不以情节取胜 那么她要大量的哲理取胜的话呢 就很多你把它当做哲学作品读的确很好 但是你要把它当文学作品的话 那一个舞会一百页还没到那舞会开完 人们都在那儿 人之间的这种谈话和思想斗争描写 大段大段的 对现在快节奏的年轻人来说的话 觉得真的看不完 所以她读了好几次 我每次说你要读了 我就可以给你那什么 读不完 每次都读不完 所以我说我现在给你们一提 这些作品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没读过 没读过 但是我们现在不说这个了 因为呢这个群魔呢 他是以什么呢 托斯托耶夫斯基呢 是以当时恐怖主义的革命者 尼采也不为原型的 尼采也不为原型的 因为民粹主义啊 跟后来的布尔什维克 有几点可以能够对接 吸取他继承他的思想 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组织原则 组织原则 现在大家都知道 整个包括中国共产党是学习苏共的 那俗共的东西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俄国民粹派 什么下级服从上级 全党服从中央 中央服从领袖 然后有铁的距离 这个党呢只能 只能加入 不能退出 像这些所有的人 必须有两个入党人介绍 怎么怎么的 这一切东西都来自于俄国民粹派 都来自于民粹派 而民粹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灌输论 精英要给那些这种这种云云众生要灌输 那么聂谦也夫呢当时就提出一个目的崇高可以不做手段 这也是苏共在布尔什维克时期可以突破道德底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源泉 我们现在也不是在这讲党史 但如果真的要往上推的话 追根素颜找到哪里去就可以找到俄国民粹派 那这一点的话呢很早托斯托耶夫斯基就看到 这也是当年戈尔基曾经不喜欢的 但是后来他发生了转变 当时呢远在意大利的高尔基就对此激烈的反对 他发表了好几篇文章 弄卡拉玛作坊帝 他的理由是他反对把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作品改变上演 他的理由是说是托斯托耶夫斯基局有病态 我如果看过他的作品就知道托斯托耶夫斯基描写的这个人物的性格呢 都是极端的歇斯底里 极端的歇斯底里 就是他把人性当中的那一面要放大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描写的作品 要把狼吞噬羊和羊被狼吞噬的这个 每一个的慢步骤的过程 我一定要把它放大 所以他的这个东西你读出来会比较毁暗 比较毁暗 但他的哲理性非常强 他反对他第一是这样 第二他说他从美学价值看的都是极度歪曲的灵魂 他说这样的话呢 这种丑恶会传染 会向别人灌束 这种憎恨的情绪 另外呢他说他会影响到莫斯科的自杀案件 因为这里头主要写的是自杀 这一点尚且大家觉得还可以容忍你这样说 但是他提的第二点 他得罪了整个知识界 他说什么呢 他说俄国思想界不能太多余 托斯特·耶夫斯基的那些折磨人的作品 最好把它送到大暗馆 这句话 这后面的这个原因激起了整个俄国知识界 对高尔基的反馆 因为他提出批评是一回事件 实际上允许托斯特·耶夫斯基作品上演的很多人 并不喜欢他的作品 但是要求禁演是一回事 他们觉得一个在野人士 离权力还有十万八千里 就已经在扮演着这个作品检察官的角色 这个太可怕了 这个太可怕了 所以呢 当时整个知识界 就是托斯特·耶夫斯基的画像 他跟托尔斯泰一样都是那种大骨子 都是大骨子 那么所以令这个事件呢 令高尔基感到非常的尴尬的 还不是路标派的批评 而是一批艺术家从来不涉入政治的艺术家的抗议 包括戏剧界的大腕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一批艺术家就和写了一封公开记 对高尔基答复 对高尔基答复 他们都是高尔基曾经的好朋友 他们就认为说高尔基对托斯特·耶夫斯基作品上演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 剧院展示俄国艺术的舞台 那并不是某一个流派的私家班底 他秉承的是兼容并序各种流派共存 刚刚演过高尔基的小市民在底层这些角左的作品 艺术是需要探索的 不能总停留在某一种路线上 那么高尔基曾经也称赞过托斯特·耶夫斯基的作品 当然你有权改变态度 他们在公开信中说 但是你不能要求别人和你一起改变 以静眼的方式来阻止托斯特·耶夫斯基的这种做这种方式 是坚决不可取的 他们反对这种态度 他们反感的是高尔基的这种教主态度 把自己的观点当作整个俄国的意见 不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 俄国不需要太多元 不需要太多元 当时那个时候沙皇还没有推翻 但是整个沙皇专制制度的这个新闻和文学管制 已经很松弛的状态下的话呢 文学界对文学自由的这个话题非常敏感 所以以任何形式的这种该于文化该于艺术 都会遭到知识界的反对 拼拼戈尔基的人也许他不喜欢托斯特·耶夫斯基的作品 但是他们很反对戈尔基这种巨高临下的这种 全程式判断的这种左翼类性的书包检查 因为那个时候布尔什维克还没有成功 他已经有这样的态度了 这次争论的确是戈尔基好像有所感悟 在这次争论以后呢戈尔基的观念有所变化 革命情绪也在逐渐的减退 和知识界的关系呢也逐渐在改善 好像戈尔基在这次批评之后的话呢 真的有所感悟了 可以说这个时候他涉足政治告一段落以后 又开始埋仇文学创作 但是这里面必须要讲的一个一件事情是 他和安德雷耶娃一分手 有人就判断说是安德雷耶娃当时对他的左右非常强烈 和安德雷耶娃分手使他导致了又和知识界的合流 这是就是 那么第三次他不合十一者 咱们看看1917年戈尔基扮演的戏中什么样的角色 十月革命的时候 戈尔基是站在孟什维克的立场上 孟什维克呢实际上也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一支 但是在孟什维克胜利以后的话呢 是减除 把原来的这个同一战壕的战友呢 是全部都抓起来了 成了一个党独大 原来他这个社会主义也是多元的 后来这种多元就不被允许了 但是当时呢 戈尔基是站在孟什维克的立场上的 来看见 十月革命 他们当时都是政变 十月革命在很长一个时间里不叫革命 不叫Evalutia 而且叫Bervalot 就是政变 就叫政变 那么那个时候呢 十月革命的新当权者已经开始在封杀 同样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孟什维克 那么戈尔基就用募捐来的钱办了一个新生活报 可以说他这个新生活报呢 成为了孟什维克的主要来源 当时大龙豪的戈尔基呢 用大量的文学语言来批评抨击十月革命 抨击十月革命 他对十月革命当中的暴力和非人道呢 进行了大量的批判 大家我念几段话你们听听 你们都会觉得 这是戈尔基说吗 戈尔基说 这是一场没有精神上社会主义者 没有社会主义心里参与的俄国是暴动 是小市民动物性的大释放 下一步他将转向黑暗的君主制 那一天为时不晚 列宁他跟列宁是好朋友 私交一直很好 因为当时列宁在没有钱的时候 是戈尔基一直支持着列宁 哪怕办那个真理报 这些钱都是高尔基 用那个安德利耶瓦 用那个摩洛作夫的钱 在支持着布尔什维克 但是他又怎么样说 他说列宁在于工人的血 工人的皮 做一场极端兽性的试验 列宁为了自己的试验 让人民血流成河 他怒斥列宁 他说苏埃政权这一切行为 只能激起过对他的敌视情绪 类似的言语 你们可以看一下 不合十一的这个思想 比比结实 比最过分的都是 我记得我最早读到俄文的 之后 国内还没有出版的时候 我说 老翻前头的名称 这是高尔基说的吗 这不是哪些反动派说的吗 这是高尔基的吗 我真的就不相信 真的就不相信 所以我说 如果不是事先知道 这些恶毒攻击 列宁和十月革命的语言 是出自高尔基之手 你很难把他跟 无产阶级的作家联系起来 所以当时 十月革命的那个时候呢 彼得哥了真理报就说 说高尔基是在为反革命服务 他的言论给革命带来了 严重的危害 真理报上就发表工人的名义呢 批驳高尔基的文章 高尔基在给列宁写信的当中 他说 我很坦诚 我不是政治家 但我不愚蠢 我知道 你怪以用那个 诉诸群众来搞这一套 他面对对他的个人攻击 他说你们骂骂吧 但我就是如此思考 我不想把自己的思想 变成你们主义的附庸 针对 布尔什维克的那个 关闭报纸 他就说 为什么害怕 和自己不同声音的意见 难道要把社会公众的思想 也变成国有的吗 难道要把国家变成巨大的监狱吗 就高尔基在十月革命的时候 就发出这种声音 发出这种声音 托洛斯基当时给列宁写信说 高尔基已经跟反革命没两样了 没没两样了 1919年的时候呢 列宁在跟俊诺VF写信说 这也是俄国的这种第一代革命者 最后是在大苏反的时候被斯大林杀掉的 他说高尔基和共产党人的分歧越来越深 而斯大林就说 1917年的高尔基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干尸 政治僵尸 高尔基这个时候的这种转变 他说群魔中那些什么都干得出来的那些小人 与这些被缺卡迫害的 缺卡就是后来的柯格勃的权生 柯格勃的权生 迫害的教授毫无共同之处 所以后来的这种评论家看到 说同样的剧目 同样的高尔基 五年前的抵制和五年后的赞同 就是说高尔基的这个180字的转弯 真的是转得非常大 这是新生活报 当年的这个新生活报 已经很旧了 已经很旧了 No I erase me 这是托尔基办的这个报纸 十月革命当中的时候 这个报纸是非常重要的作用 你看这个报纸 中间已经都已经折换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俄文的 这是托洛斯基 年轻的时候的托洛斯基 当时的 托洛斯基是后来40年的时候 被萨林派去的人 在墨西哥用一冰稿 这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第四国际的创建者 托派的这个领导人托洛斯基 那一段期间 就是1918年到1921年 这三年期间呢 高尔基写了上百封信 被被捕的知识分子 向列宁求情 几乎和几年前禁眼风波 高尔基是知识界公敌的状况相反 这个时候高尔基成为知识界的公共保护伞和庇护者 成了公共知识界的救星 那正好这个相反 高尔基他自己说 他说我承认社会变革是必要的 但是他认为人道主义立场在革命当中发生了扭曲 在不择手段的使用暴力和对待文学遗产和科学家问题上 高尔基不断的和掌权的布尔什维克呢 发生冲突 他自己说 他说那个切卡干了多少逼逼龌龊的勾当 这个政权激起我对他的反感 当时呢 列宁对高尔基的这些求情的信呢 很多地方呢 列宁真的都还是答应 或者列宁是口头上答应 列宁的这一手玩的非常高 玩的非常高 当然呢 列宁是考虑的 有两种考虑 第一是历史上的交情 高尔基和他那个激情美女呢 曾经呢 也是就是俄国分裂派的这个执行者 在各个反对派都笼络高尔基的时候 他们夫妇总是把比较看好布尔什维克 把更多的钱给了列宁 给了列宁 那么尤其是在07年布尔什维克最困难的时候 基本上可以说高尔基是布尔什维克这一派的金主 所以列宁的还要念这个旧 但列宁主要不是从这考虑的 但列宁的性格他不是感情至上的 与救恩翻脸也是常有的事 他照顾高尔基的面子 主要是想利用高尔基在国际上的声誉 和能量 因为高尔基呢可以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政治家 无法做到的事情 尤其是当时十月革命后 苏维埃比较孤立 在这种状况下呢 高尔基呢 仍然是新政权 能借着获得外界捐助的仅有的中介 就有点像49年以后 那个香港保留的 正好21年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是俄罗斯灾荒 高尔基为震灾 花了很大的力气 另外呢 高尔基列宁不动高尔基 还是有一个考虑 因为当时高尔基是列宁在知识界的最后一个朋友 最后一个朋友 列宁在政治上需要保留这么一个呢 保留这么一个形象 要向那些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 这证明他的开明和大度 而且以列宁对高尔基的了解 他说呢 他虽然冒令政治家恼怒的傻气 但基本上 他还是站在新政权的立场上 他不是苏埃政权真正的敌人 这列宁对他的判断 在1919年的时候 列宁经常是黑白 就是撞着黑白脸 红白脸唱 红白脸是跟基隆·维莲夫两个人在唱 1919年呢 卢森堡和利布肯内西呢 被杀害以后 当时根据俄国呢 是红色理论 那叫红色恐怖理论 叫处决杀黄的这个亲属 这其中有一个大公呢 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历史学家 自由主义的叫米哈尔罗维奇 高尔基在为他求情 高尔基为他求情 列宁当场是答应了高尔基 但是他马上同时 给基隆·维莲夫写了一封信 不要放掉大公 动作要快 列宁屡次扮演这样的形象 就是说我们现在文艺座谈会讲话上 还有一个就是用的是 列宁写给高尔基的信 说你到下面去走一走 你要多接触群众 那么这个呢 被我们认为是 被我们认为是什么呢 是要高尔基走与功能相结合的道路 这是严文艺座谈会上的方向 实际上列宁当时的考虑 是怎么样让他下去走走的 就同一天列宁写了两封信 一封是回给高尔基的 说你下去走一走 另外一个是写给基隆·维莲夫的 说我们马上要在首都 对孟什维克动手 高尔基待在首都太矮眼 让他下去到任何地方都可以 所以只要他不要待在首都 实际上列宁主要的内容 就是说你赶快离开 你要站在这里的话呢 妨碍我动手 列宁经常会这样 就是说在高尔基我会当面答应你 但是呢在背后呢 就是说政治家的考虑 让他只要离开 赶快动手要快 这样的事情扮演了好几次 扮演了好几次 所以如果你不看答案 你仅仅从我们现在的答案中 你们说好像列宁真的说 让高尔基去多去底层作家嘛 不要脱离群众 要回到底层去 实际上真正的寓意不是这样 那么第四 我们讲他的回国之路 1928年以前的高尔基 在列宁是1924年1月份去世的 列宁去世的时候呢 高尔基在海 他在十月革命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 因为当时列宁的太太呢 康罗普斯卡亚主要是主管文化 销毁整个的这种俄罗斯的 已有的这些图书呢 高尔基就说 我愿意放弃国籍 来抵制你们这种呢 就是毁灭文化的行为 所以他在十月革命以后愤然出国 跑到又跑到意大利去 在卡布里岛上呆着去 那么他在卡布里岛上这么一呆呢 而且他自己也说他要放弃逻辑 可是到列宁去世以后呢 他也给洛曼罗兰 他说我不回国 我不回国 我觉得我在俄国 扮演了一个四面受敌的角色 但实际上高尔基回国定居的这个愿望非常强烈 为什么呢 高尔基是底层作家 大家知道 高尔基的外语非常不好 他在国外是没有想长期生存的 他其实在意大利也没有定产 他也没有办法融入意大利的主流社会 也没有融入意大利的主流社会 另外呢 那个时候大量流亡出去的白俄 我们知道俄国在学业革命以后 流亡的白俄是非常多的 包括在哈尔滨 哈尔滨最多的时候 俄国人已经多于中国人 那都是大量流亡的这种白俄 这些白俄呢 并不因高尔基在革命后的不合时宜 而把他看作同类 而是把他看作呢 可恶的这种革命的海燕 还有一个呢 就是意大利法西斯上台以后呢 对高尔基呢非常不放心 他的厨师啊 他的一些什么啊 都安插了很多这样的密探在他家里 所以高尔基的这种政治生存环境恶化 政治生存环境 他被处在监视当中 所以他自己也没有办法 没有想在哪里酒居 而且随着这种暮年 他的思乡之情越来越强烈 高尔基就说 我多么想回到马尼耶士广场 就是现在这两天普京 抗议普京这个选举 杜马选举的这个马尼耶士广场 那么我想在尼瓦大街的这个马路上走走 我甚至就愿意 坐在这个彼得堡的这个花园里 哪怕待一待 他的这种思乡之情非常之强烈 就是客举他国所有的这种苦处 和这种痛处和孤独 只有高尔基自己知道 他怀着痛苦的心情离开俄国 但是现在看到苏俄 作为一国社会主义生存下来了 他原来以为整个西方革命没有爆发的话 一个国家是没有社会主义 没有办法生存的 现在不但生存下来了 而且在日益发展壮大 高尔基是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绪的 俄国人这个方面都比较强烈 俄国人都比较强烈 他现在看见俄国逐渐壮大了 所以高尔基的这个心态就发生了一种变化 他就有点懊悔 自己当时为什么那么情绪化 把话说的那么满 得罪了这么多的人 他呢 开始从自己不合十一的这个立场上退下来 开始退下来 他一改过去对布尔什维克这种专断的这种谴责 开始强调这个党的一元化呀 政治的一致性的这种重要意义 他是怀着沉痛的心情离开俄国 但是现在啊 现在他已经觉得这个异国社会主义包围当中啊 包围当中的也能够生存下来 所以他也就强调他说 作为舵手中心的这种团结作用是无一伦比的 所以他也可以逐渐的肯定苏联的伟大成就 但是他给自己留了一个尾巴 他说 他不太坚决的说我不能在迫害文化人的事件中 和那些当权者妥协 和那些当权者妥协 他说 这是他意大利的朋友给他画的漫画 就画他在意大利的这种状态 戈尔基的头发老是吱吱隆隆的 所以画的其实蛮形象的 这两撇胡子画的这个蛮形象的 当时呢国内的文艺团体呢 一直在呼吁他回国 他其实非常想回国 他也知道 以他当年为抗议新政权 滥失暴力的态度 如果没有最高当局的首肯 任何个人和团体的邀请 都是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所以戈尔基的一举一动 其实国内的 苏联国内的第一人 斯大林也在高度关注 对戈尔基想回国 又找不到一个合适台阶的这种心理的动向 掌握的一清二楚 当时呢苏联正是二十年代末的党内斗争 就是列宁去世以后呢 因为有集体领导的一段 这个党内斗争真是非常激烈的 所有的人呢 都是在想要争取 列宁的这个党外朋友 对自己的支持 这样的话呢 戈尔基的分量就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家了 不是一个小说家了 不是一个小说家了 因为呢他跟列宁私交很好 不管戈尔基对列宁那么妈妈 列宁从外面给戈尔基撕破过脸 还有呢 就他出国这十年 政治立场比较超脱 党内斗争的双方呢 都在争取获得戈尔基的支持 另外戈尔基他自己不知道 实际上他是有很大活动能量 他是有软实力的 他是有软实力的 以至于连斯大林都承认 说自己无法估计 戈尔基在国际上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更何况当时斯大林根基不稳 党内的合法性不足的情况下 他需要非常需要列宁的这个朋友 为自己增添政治码 还有戈尔基有一个秘密武器 他掌握着大量的档案 把他存放在伦敦的这个银行的 一个这个地下库里头 这些档案到底是什么内容 因为我前面说过 布尔什维克没有钱的时候 没有钱的时候用尽了一切 他们说了只要目标是高尚的 手段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所以用了很多很逼劣的手段 包括印假钞抢银行 各种各样的这些事情都干过 甚至跟黑帮结合 什么样都干过 甚至在警察局里头 用警察局的手解除自己的政敌 这样的都干过 戈尔基手中有大量的答案 这答案到底是什么 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这个秘密武器拿出来 会有什么样的杀伤力 所以此时的戈尔基已经不是一个文学家 而是作为党内斗争的重要资源 重要资源 各派都在相聚争夺 这样的话呢 戈尔基的这个地位似乎水仗船高 越仗越高 斯大林很清楚 戈尔基是政治资本 所以戈尔基高调回国 就成为一件呢 重大的政治事件 二十七年的时候呢 俄国的这个消息报 已向戈尔基致敬为题呢 就纪念戈尔基创作 三十五周年 并宣布成立戈尔基呢 文学活动三十五周年 和诞辰六十周年组委会 原来这个组委会只是一些文学家 原来都是一个文学界的事情 跟政界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逐渐升级逐渐升级 最后升级到那个班子 除了斯大林 所有的这个政治局人物 全部都囊括在内了 而且呢 戈尔基的这个三十六周年的这个纪念 后来在不逢五不逢十的状况下 被拔高到一个莫名其妙的高度 好像戈尔基从来没有写过 不合十一的思想一样 好像从来没有在学业革命当中 有过那样的表示一样的 那 甚至呢 在俄国的报纸上经常出现说 戈尔基是十月革命的坚决捍卫者 28年的时候人民委员会呢 还颁布命令表彰戈戈尔基 与反对世界上第一个苏外 共和国的敌人进行斗争做出巨大贡献 同年呢 还给他呢 授予了这种奖章 授予了奖章 五大部委联合发布的这个 纪念他的这个活动 这个调子拔的不知高 莫斯科市委发表向全市人民的公开信 全市人民就学习高尔基 纪念高尔基 然后普及高尔基 专门成立了高尔基纪念委员会 这个纪念活动的这种规格 连很多苏联人都看不明白 说啊 高尔基为什么突然一下子 全所未有的就有这样的地位 一般人都看不明白 即便很多人都说 即便是列宁真正的战友 斯瓦尔多罗夫去世 也没有这样的高度 为什么高尔基的地位如此之珍贵 更何况他只不过是个党外的朋友 一个作家为什么想要这么高的荣誉 如果说是他对俄罗斯文化 最大的贡献的话 那么28年同样是 托尔斯泰诞成100周年 如果把这个100周年和高尔基相比的话 那几乎没把相比 所以很多人看不明白 说既然托尔斯泰算得了什么 高尔基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地位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忘了 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当中的言论 拉普是一个民间的一个作家协会 左翼协会 他们就没有忘记高尔基 他们一再提到他在1917年和1918年 那个不合十一思想的那些言论 把他拿出来要晒一晒 他们说他十月革命的时候 是和列宁有冲突的 和布尔什维克有冲突的 他是反对政权的 提醒大家不要忘记 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当中 扮演的是反对者的角色 但是这些不同声音 对斯大林来说是小菜一碟 一出手就可以把它摆平 所以这些对高尔基的这些 提醒大家不要忘记高尔基 是介入文学家之间的争论 因为拉普协会都是一些作家组成的 以中央委员会介入一群作家和一个作家之间的这种 这也是头一次 而且第一次以处理国内文化团体上纲上线的偏袒在海外的一个流亡作家 这大概是苏联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从来没有过 可能也就这么一次了 当时莫斯科的晚报还写了这样一篇文章 他说对我们最为大作家 高尔基的伤害 仅仅是帝国主义对苏联发动 这个险恶攻击的一部分 上纲到这种地步 所以高尔基的回国之路 异常的顺利 高尔基回国受到了国家元首般的领域 这个欢迎的声势之大 欢迎的声势之大 谁也没有想到的 当时西方的一些报纸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他们认为苏联动用全国的力量 迎接一位作家回国是罪翁之意不在酒 罪翁之意 说是高尔基不过是党内斗争的棋子 作家支持党内的哪一派 有利加重哪一派的政治砝码 对党内斗争 这个时候高尔基开始学乖了 高尔基学乖了 他没有像在十月革命那个时候 口无哲懒的发表言论 他呢 一直保持着政治立场上的中立态度 就是党内斗争的各派 他基本上都没有介入 但是显然他与斯大林走得更近 他与斯大林更近 他28年5月份第一次回国 他基本上是半年回国 然后半年在意大利走 到一直到33年再也无法离开俄国的时候呢 他住在离斯大林非常近的地方 斯大林经常去 两个人随便不通报 就可以随便互相到个人家去 高尔基也是唯一一个可以随便 任何时候都可以到斯大林那去的 两个人一个抽着烟斗 一个抽着雪茄 喝了葡萄酒 可以一聊好几个小时 高尔基自己心里清楚 他的回国是与斯大林有条件的交换 他与斯大林之间 已经不像他和列宁之间是朋友关系 他和斯大林之间现在是一种主谱关系 主谱关系 他的优惠回国的这些优惠条件 都是蒙斯大林所赐 所以在高尔基的日记和信件里 通称斯大林为主人 他一直用这个词 用哈耶 用这个词来表示 他经常的提到说 向主人回报 我作为一个作家 只有语言和文字 而且斯大林也深知 就是戈尔基这个人没有定数 耳朵根子很软 性格里面有摇摆的部分 也深知这一点 所以斯大林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戈尔基虚人身强 我们应当用出绳索把它算在党的身上 我们要有荣誉拴住他 让他高兴 让他知道如不听话 就会失去很多东西 戈尔基只要少了这个套 我们就加以利用 这是斯大林的原话 斯大林原话 戈尔基在他上回国之路以后 就不怕他不听使唤 30年代 从30年代初开始 我们看戈尔基的政论文章中 可以看见 对斯大林名字的出现频率 可以统计出来呢 他的这种 谄媚的造句用词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明显 刚开始的时候提到的斯大林同志 都很平常的 那么后来呢 就越来越出现这种定语 赞扬的定语 列宁忠实坚定的学生 我们的领袖 然后越来越高 然后提到列宁的继承人 最后提到第二个列宁 第二个列宁 这样的桂冠都是套上的 所以到后来 因为他提到第二个列宁以后 基诺米耶夫第一次提到斯大导师 马恩列斯 我们现在都知道 这个斯大导师的提法 这是最早的时候 戈尔基提到第二个列宁以后 基诺米耶夫第一次提出来 第一次提出来 所以呢 可以说戈尔基后来成为 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奠基者 个人崇拜的奠基者 当然接下来 斯大林还要从戈尔基身上 得到更多的东西 从戈尔基回国 参加斯大林的政治游戏开始 他的命运就已经注定 戈尔基开始通过自己的文学才华 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 开始用别人的血 为自己谋到一个距离斯大林不远的位置 他这一次的转变可以说 被他此前任何一次价值观的这种摇摆的这种幅度之大 是颠覆大的不可想象 过去那个在强权面前不合十一者 社会良知的情欲表已经彻底灭灭了 他的那个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也被彻底颠覆掉了 他是不是乐意受骗 他怎么样从不合十一变成合乎十一 这个时候苏联党内斗争的天平已经发生了明朗 逐渐几乎可以说 斯大林的俄国已经成为一个定势 二九年的时候 二九年的时候呢 戈尔基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 他呢对这个党内斗争当中一个一个落马的 这些老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一块的这些战友 被一个一个的被囚禁 一个一个的成为了这种被打倒的对象 表示不理解 表示不理解 但是呢 他呢用小心翼翼的 没有非常直接 小心翼翼的在问斯大林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他毕竟带有很多的这种人文 这个文学家的这种气质 戈尔基把他这个戈尔基 斯大林把他这个信放了五十天没有回 五十天以后回回他的口 是以胜利者的口吻告诫他说 反面的东西总是要被正面的东西抵消和填补 我们中间不可能不出间疲惫 衰弱绝望掉队最终背叛投敌的人 这是革命不可避免的代价 就是对戈尔基提问说 那些革命者第一代的革命者 现在怎么都变成了这种要打倒的对象 戈尔基比较不理解 其实在大清洗的时候 戈尔基已经被定为 又请机会主义和妥协主义 卢比亚卡就是科格波总部 所在的那个地方 已经有戈尔基的卷宗 给戈尔基涉特别卷宗 戈尔基在整个党内斗争的天平上 已经几乎要站在这种反对派的被打倒的这种状态下 很多人希望戈尔基像在十月革命的时候那样再发出一支喉愁 以他呢 个人的这支笔 为反对斯大林独裁 留下一笔精神财富 其实戈尔基个人内心充满着增长 充满着增长 他其实谨慎的也是想和斯大林较量一番 较量一番 他也试图为被打倒的布哈林啊 这些人呢说好话 托罗斯基说好话 最后他还是个人考虑 压倒了一切 他选择站在了强者的一边 见着了强者一边 斯大林对戈尔基急切的想回国 这个心态以及回国以后的这种状态摸得一清二楚 他也知道戈尔基没有主见 容易感情用事 所以政治家的谋略 让戈尔基先靠近政权 然后给他思想套上一个套索 大套索 然后再把这个套索轻轻的拉紧 轻轻的拉紧 戈尔基回国以后就发现 以他的身份和十月革命的时候的表现 他当时是不合十一者 现在不把十一合乎到最大 那就由不得他 由不得他了 所以他退了一步以后就开始守不住底线 守不住底线 那么戈尔基的转变主要是给予两个方面的原因 那么第一呢 是戈尔基自身人格底线的溃退 人格的底线溃退 因为靠近权力 他已经明白了 在强权者和失败者之间有一个选择 靠近了权力沾染了权力以后 独立性丧失 用他自己的话说 就是说是呢 对没有实际效果的文字抗争的厌倦和绝望 他说过这样 他承认 他说如果你不愿意向制度做出妥协 你就要休想从他那里得到任何东西 第二就是他的虚荣 他的虚荣 因为在国外的这种孤寂落寞和回国后的鲜花醋 形成两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明显的对比 在国内他是重心捧月 走到任何一个地方 那都是高调的宣传 高调的宣传 所以他感觉到了只有在俄国才有这种幸福感 才有这种幸福感 所以他享受到了任何一个俄国作家 在活着的时候没有享受到的荣誉 没有享受到的荣誉 所以呢他才认定苏联是真正的家园 那么为了回国 为了自己的利益 高尔基成为了一个乐意受骗者 实际上你说他心里不明白吗 他心里不明白这些 他和斯大林的某种默切呢 当然这种关系的主动权 并不在高尔基手中 是在斯大林手中 他必须以自己的表现 才能从斯大林集中营的变成一个自由的囚徒 这个话呢是后来的评论者所说的话 那么对斯大林来说 他也极需要一个这样的革命文学教父 来创建当时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因为内战以后整个知识界 文人尤其是人文学者被大量的这种 镇压或者被赶出国去呢 是整个知识界的粗鄙化和自我萎缩化 自我矮化 全然没有了黄金时代的那个灿烂 而新政权呢需要重塑革命的历史 高尔基是最恰当的人物 因为高尔基曾经的这个文学上的无与伦比的这种威望 所以斯大林认为只要高尔基顺从了愿望 那么所有的人都不在话下 都不在话下 斯大林也知道 其实知识分子的问题要比党内斗争复杂得多 党知识分子在俄国历来有这种 思想自由和捣蛋鬼的传统 他们的非政权化非政治化有几百年的历史 知识界和政权的不合拍 这是有传统的 在俄国是有传统的 但是斯大林希望在他的政治下 要改变知识分子的独立思维 和政权作对的这种做法 所以呢 这样的想法 斯大林自己不好讲出来 他需要找一个知识分子界的代表人物讲出来 那这个人就是高尔基 把高尔基请回来 就是要让他在制服知识分子方面 起一个表率作用 当然 这个 你看看这个图像 高尔基个子很高 所以他想在斯大林说话的时候 他必须要像斯大林这种倾斜 这种才能 斯大林个子不高 斯大林个子多 有一米七级吧 但是高尔基就要很高很多些人 可以看得出来 谁是主人谁是土人 这种主谱关系 这是这个斯大林和高尔基 在那个就是 红场上的那个管理台上 红场上的管理台上 你看高尔基老师 因为他个子高 他习惯的有一点这种驼背 习惯的有一点驼背 在斯大林面前尤其是这样 高尔基回国以后 有一麻袋一麻袋的信件涌向他 因为很多人都是求诉高尔基帮助的 大家都知道 十月革命那个 从列宁手下救了很多知识分子的高尔基 现在也希望他们高尔基呢 能在斯大林的这种集中营当中 把他们的亲人能够救出来 所以他那里有很多的信件 很多信件 但是此时的高尔基已经非匹时的高尔基 他心里明白 他必须要有一个不通义 一般文学家的效忠表现 罗曼·罗兰曾经说了一句话 我认为说的非常准确 他说高尔基回国以后 就像一个鼻孔里穿了铁环的一个老熊 因为俄国的马戏 就是在用熊做马戏团的角色非常多 他的鼻子里都要套一个环 他说他已经成为马戏团的丑爵了 接下来他在俄国 他在苏联就要演一幅滑稽劇 罗曼·罗兰就已经看到了 二九年的时候 安排斯大林去了一趟集中营 不是斯大林 戈尔基 是斯大林安排戈尔基 去了一趟集中营 但是因为索罗维茨集中营里头 有一个逃亡者 逃亡者到英国出了一本书 这本书就叫做《地狱岛》 索罗维茨群岛在靠近白海的地方 比较冷的那个地方 那么这样的话 在整个国际一个轩然大波 斯大林感到非常被动 他希望有一个人 站出来来反驳这种造谣污蔑 造谣污蔑 这个时候呢 大家都在看高尔基 都在看高尔基 所以说高尔基很清楚 全世界都在等着他证明 苏联等着他替他们说话 那么赞扬那里发生的一切 而另一些人等着他选择 接下来就要看高尔基的选择了 高尔基的选择了 高尔基在视察了整个老改营以后 29年视察了以后 他热泪盈眶的说 他说苏联是世界上最民主最自由的国家 我感到幸福激动 那里描述的一切都让我万分激动 就是国家政治保卫局 就是克格勃的前身了 对人进行再造的工作 是一项你们最伟大的事 对改造人的这个实验应该 归功于这个政治保卫局 国家保卫局 这就是索罗密斯群岛的一个局部 这个照片不太清楚 那么 他呢写了这个 说了这样的话以后的话呢 很多人都知道 高尔基已经不是十月革命时候的高尔基 接着到三零年的时候 高尔基又发表了一个社论 这个话呢后来成为一个非常苏联的流行话语 就叫敌人不投降 就叫他灭亡 这个话已经被引用的之广泛 连斯大林颁布法令的时候都说这个话 都说这样的话 那专政机关的人用他回来回答一切质疑 不符合法律程序的人 38年的时候有人像总检察长维辛斯基 就提出过说是你们呢在搞逼供性 然后维辛斯基就说 高尔基说过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那么连斯大林宣署命令也用这句话 所以这个话几乎在当时的苏联是家喻呼啸 在33年的时候 已经坐上苏联作协官方第一把交椅的高尔基呢 就动员了120个作家到白博用河的工地上 什么叫白博用河呢 就是老改犯工程 老改犯工程 然后到那里现场报道 到那里以后呢 高尔基写了一本呢 以斯大林的名义的白博运河这个建筑史的书 作为主编 他写了一个书 斯尔尼琴就说 斯尔尼琴就说 高尔基成为俄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 颂扬奴隶劳动的开创者 他领衔下上演了俄国文学史上最可耻的一幕 他在那称赞劳改赢的这种 工程 作家就应该通通被纳到一个组织里头去 如果大家都是游泳散兵的话 这个办法 所以作协的这个主张也是高尔基提出来的 所以他是第一任作协主席 第一任作协 这个组织结构完全是按照党的这个组织结构 从而以后的整个知识界就一呼唤唤唄 所有的就成立了美术家协会 作曲家协会 建筑协会 所有的知识分子成对的地方都按照党的组织原则 都这样组织起来 就是所有的社团都是党的 都必须服从 党的严酷纪律 这样在文学家整肃完了以后呢 高尔基又投入到其他的领域当中 这个就是史学领域 因为史学刚开始的时候 斯大林是想编一些这种观修的证实 因为白俄学者带出去了很多档案 写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史学革命真相的书籍 那么对苏联的官方史学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这个时候呢 斯大林就动员了一批史学家呢 来写官修的史书 可是这些史学家呢 就要看档案 要看档案呢 就觉得不能按照你想写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么必须要按档案的这个史实来说 斯大林就非常恼火 说是只有档案馆的老鼠才会去档案 那个档案馆是潘达拉的磨合 是不能打开的 我们呢既然天下都能打下 那历史完全可以照着我们的具体 但是呢这个史学家他就太一根筋 他就要去那什么 这样的话呢 斯大林就想到了 拿文学家去来学历史 那么就要高尔基敏弦去编 所以呢说这种 秉笔之书其实是最要不得的 这个时候苏联所修的联共补党史简明教程出楼 其实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个没有注视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它后面有一个庞大的支撑就是苏联内战史 其实苏联内战史也就是苏联革命史 领衔的主编就是高尔基 高尔基统领了一百多个这个 一百多个这个史学家 还有他调了十多个这种文学家 小说家来加入这个班子 这个东西其实中国人都已经不知道是为什么的 因为它太漫长了 等它第一卷出来的时候 高尔基三六年已经就去世了 等它全部出奇的时候到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大家知道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了 中国人只翻译了它的一个缩略本 在五十年代的时候 所以后头出奇的已经不感冒 因为已经九平中苏已经在开始吵架了 等出奇的时候因为它太庞大 这就是高尔基当时知道斯大林想要什么 他也讲他说忠实历史的提法有很大的欺骗性 我们的历史既然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指南 它的国际意义不容置疑 在这种背景下就要过滤杂音 就要过滤杂音 那么就是比如说很多东西呢分歧你是不能公开的 有些真正的史实你是不能够让老百姓知道的 让老百姓知道的 那么必须要端正立场 所以呢高尔基晚年的这个偶心立选的大不同 与联工部党史齐名的俄国内战史 这是他文学家去修史学的 这也是开创了一个地方 但是国内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们没看过 你一问都说没看过这本书 没看过 就是因为他38年出第一卷的时候 高尔基已经去世了 60年代初期的时候 已经到了非斯大林化年代 中国已经对那套东西不翻译了 以前的东西翻译的很多 联工部党史是很多人都读的 但是这个书很多人就没有 所以他是被受冷落的 受冷落的 在国内没有什么影响 那么高尔基和斯大林似乎在处在一种蜜月当中 两个人的一唱一和配合得很好 但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转变 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征兆呢 就是高尔基没有满足主人要给他写传记的愿望 斯大林非常想让高尔基给他写一个传记 他认为他说封碑只能立在一处 传记是可以走在每一个人心目当中的 这个传记是一个流动的封碑 那么如果这个传记由高尔基来写的话呢 那应该是再有说明力不过了 高尔基看完了全部的这种提供的材料 从那些材料上可以说高尔基都读过 但是高尔基迟迟迟没有动笔 迟迟没有动笔 他始终没有写 甚至斯大林退一步说 你哪怕写一篇文章在真理报上发表 高尔基也没有写 因为高尔基已经感觉到 他处在不信任当中 他处在监控当中 他的通信全部是科格勃 是第一座主 全部都能够看到 而且苏联还专门为他一个人印了一份真理报 就这些真理报只有他看到 别人看的跟他的都不一样 当时的科格勃 科格勃的亚克达还指派高尔基的秘书 克里奇科夫 这是高尔基的秘书 什么都是能够控制 高尔基想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 他的秘书说了算 而且到33年高尔基认为健康原因不能再出国 高尔基因为本来每年到冬天都要去意大利去 现在苏联说你不能因为健康原因 你不能再出国了 不能再出国了 不经通外语的高尔基的话呢 他所有的外文资料都是有选择翻译给他看的 高尔基已经感觉到这种 就是他即便在国内旅行 他也是全程的被监控当中 而且在35年他病重当中 斯大林通过他的前期拿到了他在伦敦的档案 这个重磅炸弹得到了以后 基本上斯大林就没有什么可顾及 高尔基的价值已经利用了 价值已经发挥完了 没有什么可要用的 所以呢高尔基的日记后来也落到了雅各达的手里 也落到了雅各达的手里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的话 高尔基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转变 36年高尔基去世 高尔基去世之前其实是 就是林去世的那几天 是真理报上和列宁一样 每天要发表他的公告 病情的状况 病情的状况 但是后来高尔基去世以后 高尔基之死 一直有政治谋杀之说 很多人都说是斯大林毒死 史大林毒死的 起初呢 谋杀呢是就是我们看到的 在国内最早看到的是说 斯大林时代的官方说法 是说是托洛斯基干的 托洛斯基北方干的 还有说是布哈林干的 布哈林在起诉的时候说布哈林去谋杀 布哈林指派医生去谋杀 高尔基都有这样的说法 那么就是包括那个托洛斯基谋杀 那个还在苏联大百科全书里 现在还能翻到 那这些文字被传到中国 以至于改革以前 中国人都知道 高尔基是英勇的捍卫了十月革命 然后被托洛斯基谋杀了 其实呢这个历史的讽刺在于 托洛斯基是十月革命的主要执行者 因为列宁只是指挥 十月革命的这些具体措施 因为他当时是彼得格勒 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 整个十月当中的那天晚上 全是托洛斯基在那军事指挥 而且他也是苏联红军的缔造者 其实后来的历史变成了 是托洛斯基匪邦 谋杀了十月革命的捍卫者 完全变成了这样 大苏反的时候 无数人被因为指控谋杀高尔基 而掉了脑袋 当时呢 苏联的报纸说是 有时什么人指控 就是西方指控 买通了医生 所以他的那很多的医生 那些医生都是犹太人 都是犹太人 也被直接 就是他的那个就是 列文 他的那个医生也被宣布呢 是罪魂祸首 凡是给他治疗的人 都投到监力 到四零年 二战要打的前夕 全部通通被强杀掉了 被处决了 所以社会上也一直流传着有关于 斯大林毒死的原因 据说是因为 斯大林要搞大清洗 又害怕高尔基出来说话 他死后 其实三六年死后两个月 八月份就开始了大审判 就开始大审判 莫斯科审判 是对高尔基不放心 害怕他又发表不合十一的这种言论 而且高尔基在国外的档案也落到了斯大林手里 所以高尔基也不是斯大林去要求克格勃投资雅各达 好好照看高尔基 最好好一照看就是他患病离开了人间 所以也有人说 说是给他送去了一盒有毒的糖果 大家都知道 你去到克格勃底下 那下面就有一个呢 就是有一个那种技术 高端技术的毒品实验室 高端技术的那种 你只要是斯大林受益 想要什么人离开 那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关于解释高尔基翻云覆语的多次辩理 现在是俄罗斯的一门大学问 俄罗斯的一门大学问 几十年来人们写了无数的文章 力图从思想角度解释这一切 前几次变化 从文学圈内人变成革命者 从托斯托耶夫斯基人道主义的赞扬者 变成了呢 主张禁眼群魔的检察官 又从革命海燕变成了不合之一者 这些呢 你都可以从思想史上找到根源 最后呢 他从不合之一者 变成了红色文豪 好像从思想史上的角度 你无法解释 也许 戈尔基的变脸 并不是思想问题 而是人格问题 戈尔基曾经在1909年的时候 责骂比尔加耶夫的时候 他们写他写过一篇文章 叫从普罗米西修士到流氓 我当时看了高尔基的东西 我说用这个话用在高尔基身上 何事不? 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刻薄 但是后来我又看到高尔基写过一篇文章 叫撒谎的黄雀和爱真理的啄木鸟 把这个我觉得用在高尔基的身上是否恰当 就是他从一个爱真理的啄木鸟 最后也变成了一个撒谎的黄雀 这都是他是曾经抨击过的 抨击过的 所以他一生当中多次转换角色 05年革命以前一直到28年 他都还是一个知识分子 即使他在和路标争论的时候 和群魔争论的时候 在卡布里岛校和十月革命争论的时候 和知识分子翻脸的时候 他好像还是 扮演着他的那个原来的那个角色 革命后作为不和十一者 他仍然是知识分子 但是革命后作为不和十一者 作为 从革命后 就是作为不和十一者的高尔基 仍然是知识分子 后来28年变成红色文豪以后 他就开始 不再是那个俄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扮演者 他回国以后 经不起这种权力和利益的诱惑 用他自己的话说 完成了从普罗米修师到流氓的转变 或者说 从爱真理的啄木鸟 到撒谎的黄雀的转变 从那以后 从回国以后 基本上可以说 他没有捍卫过真理 也没有捍卫过人民 也没有捍卫过文化 正义法律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他眼皮子底下 但是和斯大林的关系 和主人的关系 是他第一位的考虑 所以高尔基医生当中演来了 正剧喜剧滑稽剧讽刺 最后以悲剧告终 我的时间到了 我尽量把它卡了正好一个半小时 现在呢我们就设互动事件 互动事件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这个里面提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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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好 您曾经评论过 当年俄国斯科雷田的改革 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 俗强易弱 那么这就导致了俄国统治的 基辅就是广大的农民对这个改革 他不是很喜欢 那么他甚至是反对改革的 这可能就在后来的 这已经的这个革命 埋下了当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隐患 那么我们今天看 中国的改革似乎也有这么一个 扶强易度的这样一个形式 居国现在也有这样一个 否定改革的这样 在广大继承人民当中这样一个论调 那宁波他在今天中国这样一个 类似的形式 那中国又有没有可能 后似乎那种改革的那样一个后城 是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吗 其实呢我呢 就关注俄国呢 当然是有很强的中国情节的 因为我是站在就是已有 历史上已有过的后 其他国家已经发生的 我把它作为我们研究 看我们国家的一个参照系 我曾经老说过一句话 我说如果你要对今天的中国呢 没有一个这种恰当的位置 你要有一个历史视野 然后再有一个世界的横上扫描 那你的坐标就会摆得非常 就会站得非常高 你就会知道今天的事情 不是第一次发生 它在历史上多次重演 当然呢 我们研究历史 不会说有这么强的 这种影射的这种想法 那还是根据 我当时整个研究十月革命的时候 我可以看到 我们老在强调十月革命 说是帝国主义链条上 最薄弱的环节 实际上后来我才发现 实际上他就是改革导致的 就是改革导致的 因为原来的沙皇 我们总认为沙皇是尊治者嘛 他肯定是反人民的 实际上俄国的沙皇 从来一直在扮演着这种 他老说我是弱者的父亲 只是到了后来 他觉得在现代化道路上 我不再像原来一样坚持这种 俄国传统当中的村舍 我要俄国出在现代化的追赶 这个追赶当中的话呢 他就提出一句话 我要变成强者的沙皇 要尽快地把那些包袱甩掉 尽快地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应该说沙皇的这个发展的方向是正确的 但是他所采用的方式是什么呢 一部分人承担代价 一部分人享受成果 其实斯特利平改革真的可以说是 经济上的一个黄金时代 当时俄国的农业 比现在的高度还要高 为什么呢 他当时的俄国农业粮食出口 超过了世界上三大粮食出口的综合的 美国加拿大阿根廷 他的那个数字一直到后来60年代都没有达到 所以俄国经常拿1913年作为指数1 经济上这样发展 但是同时他积累了大量的社会不满 原来老百姓其实都认为沙皇是慈父 现在既然你不当慈父了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选择父亲了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扮演反对派的角色 所以十月革命的这种爆发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一战一个国内就是改革的不公正 是民粹主义情绪的大爆发 我们现在如果改革不注意这一点的话 也会导致民间有很强的民粹主义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关于邓小平批文革的时候 总是说文革是一个当权派的受难史 那么这样的话呢 对很多草根毛泽东来看文革就好得很了 现在的话呢 如果有当权派受难的话呢 那是民众的一种狂欢 这实际上是对文革的一种不正确的描述 文革的一种不正确的描述 那么它说明一个什么 说明其实现在的干群矛盾 比原来我们所说的那种17年 就是我们说文革爆发的那个是49年以后 一个这个前17年 比那个积累的矛盾还要多 还要多 现在如果出现一个很小的一个导火所 都会会导致很多改革已有的东西前功进去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 我就老说知识界也罢 还有呢就是作为改革的主导者也罢 一定要高举公正这面旗帜 这已有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 反复了多少次 反复了多少次 如果民间有了知情权 民间要求清算 那不就又是一次革命吗 那么在这种轮回当中 你这不是来回放这个烙煎饼吗 我就说的这种话 就已有的成果被清算再算掉 那么可以说我们改革走了30年 这不全部都全功尽弃吗 我总是觉得 他们提供给我们的教训是很深刻的 很深刻的 我也希望把这个俄国历史上的这些 现实真正的历史来告诉大家 谢谢 还有没有同学提问 好 谢谢 我还以为没有 我听不太清楚 稍微往前一点 你往前走两步 好的好的 没事 您现在提 我知道 这个俄国的文化中 它有一种很强烈的 那种尼赛亚 就是一种 就是说殉道或者救赎这样的情感 那么与俄国其实争锋相对的另一个国家 就是波兰 它其实文化中也有这样的情感 我今天就想问的是说 处于东正教最前沿的这么一种 处于东正教这个文化当中的俄国的尼赛亚精神 和处于罗马天主教的那么一种 处于这个天主教最前沿的波兰的尼赛亚精神 有什么联系 有什么区别 差别非常大 因为我呢留学是在波兰留学 虽然我学的是俄文 在俄国去的也很多 但其实我是在波兰呆的 俄国的这个就是 米塞亚呢实际上呢就是 就是主要是一种大俄罗斯主义 是一种沙文主义 其实现在你看见 这个马年史广场上现在有一句话 就是荣耀属于俄罗斯 荣耀属于大俄罗斯 建设强大的俄国 这样的话非常多 而那个波兰的米塞亚呢实际上是一种悲剧精神 是一种悲剧精神 因为它历史上被三次 甚至被四次瓜分 被俄国瓜分 所以俄国 就波兰人的这种米塞亚呢就是说 我们只要有一个人活的 只要上游一息之生存 波兰就不会灭亡 他们两个的这种差别非常大 那么俄国的这个米塞亚呢是一种 是一种非常这种扩张型的 是一种非常扩张型的 这也是现在大家很多 可能很多人就觉得 说为什么普京会有这么强的支持率 可能我想有人会有这样的这种疑问 其实大家也看到 其实普京在很多程度上是一种民主倒推 那么也就是在巨变以后 巨变以后呢 俄国呢 当时整个的俄国的外交是跟着西方走 俄国在跟着西方走呢 西方呢 那个时候就觉得 反正苏联也垮了 也已经没有冷战了 其实不必在意他 不必在意他 那么这样的话呢 俄国人就觉得热脸贴了鲁屁股 触发了全民族的一个民族狂潮 全民族 就是俄国一定要强大 如果俄国不强大 那要看别人的脸色 而俄国的这个米塞亚总是说 俄国这个民族 如果在整个世界各个民族都有危难的时候 是俄国这个民族要去救世界 他的米塞亚是这样的米塞亚 所以他的民族主义是非常强烈的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的话呢 普京在2000年上台以后 带领俄国基本上可以说走出来 他奠定了这么一个基础 奠定了这么一个基础 他也比较 比较头起所好的两民主义 就是民粹和民族 民粹和民族 所以他的这个支持率一直居高不下 这一点来说的话呢 有些俄国知识分子 清醒的俄国知识分子 发出过一个声音 他说实际上呢 他们说说是 共产主义专制的这个魔咒 其实是容易破解的 但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魔咒 是破解不了的 破解不了的 因为他深入在血液中 埋在骨子里 俄国这个民族 因为他们以前 从多少年来这个建国的历史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 东欧平原一望无际 一望无际在冷兵器时代呢 他总有一种不安全感 他也曾经受到过波兰瑞典 这些国家的这种欺辱 包括蒙古240年的通知 所以他们总想把国土扩得更远 有一个保护层 他们才觉得安全 包括现在 俄罗斯的毒联体 以及原来的这种东欧国家 他都是有 斯大林那个时候都是有这样的思考 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呢 有人就说 说俄国之世界 从来不会在民族问题上承认我们做错 这一点我要说呢 其实中国的政治家呢 往往不太看明白这一点 因为中国的政治家认为 需要来俄国 拿俄国和中国联手来抵御美国 所以我们总愿意乐得看见俄国的很多方面 跟我们的一致 但是不要明白 俄国从来都是不会和中国成为真正朋友的 这一点是中国人一直没有看明白 他们反而觉得 美国现在主要是想当世界这个宪兵 世界警察太把户 我们不允许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世界警察 要换成中国来当的话呢 恐怕问题会更大 这是中国政治家没有看明白的一点 因为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太膨胀了 还有同学们提到 再请 请问一下秦关先生的文章里面总有一个观念 他就说如果不是全球化 中国就是跟现在的朝鲜是一样的 如果不是第一的全 中国就跟现在的共产是一样的 这句话举起来说 有什么解释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现在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有哪种 内在中国的相似性 第一的你的这个话 它出现在什么样的语境下 我没有看到 就是所以我不好 但是我可以讲的就是 因为现在中国模式呢有点盛销成上 那么我们在世界上到底扮演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这也是我们挺关注的 我其实刚从德国回来没多久 刚从德国回来 我们在国外的时候也老在问这个问题 明天我专门就会讲东欧问题 讲东欧问题 我们也老在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你们怎么样看待中国模式 其实因为接待我们的人呢 都是和中国比较友好的 他们回答的问题都非常具有外交词 我记得我有一次一个捷克人跟我这样讲 他说上帝绝不偏袒 任何一个自认为自己特殊的民族 所以我一听他没有全部回答 但是我已经明白 他其实是普世价值论者 另外呢还有很多比较清醒的人也看到 因为中国呢 只要买什么什么就贵 只要卖什么什么就便宜 中国的这个经济实体太庞大 而中国呢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话呢 那么有经济全球化 没有政治全球化的状态下 实际上中国现在改变的是世界规则 使他们已有的那这种社会福利 已有的这些工会都硬起不起来 因为你资本可以流动 我惹不起东欧这些国家的工会 但是我就可以到中国了 啊就可以到中国了 这样他们的失业率就会更高 我老给国外的朋友讲 你不要觉得帮中国人好像是一种 居高临下的你们在那里施舍 实际上帮助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就是帮你们自己 如果中国有了政治体制改革 那么中国了没有了这样的低人权 那你们的状况也会有改观 你不要以为现在纯粹是你们一种施舍 但是现在好像他们总是看不到这一点 但也有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说别看现在中国经济体这么大 占中国的人一片占中国 但是等到有一天的时候 也许中国也会成为一个重视之地 会有很多人来骂中国 也就是中国实际上现在能够改变社会规则 是看要上什么方向走 如果它是人类已有的文明在降低的话 那并不是一件乐意看到的事情 其实在人类历史上这种劣币驱逐良币 野蛮来改变文明的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 这个我想 其实大家可能应该感悟我所指的是什么 明天我会专门讲东欧 专门讲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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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 您提 有点历史的 有点历史的 然后非常非常感谢 经常说过来 因为之前我一直看你感觉 现在写的书 对于那个 官方历史的那种结构 都是非常地匹别 就是你写过关于世界革命的书 不是论文 然后我当时看了非常地受伏 然后然后就先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说那个 古雷汉洛夫的遗嘱 就是现在网上也吵得不凶 然后我记得您说过 可能您看过 然后说那个是假的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看出来它是假的 你看哪些地方 是您认为不符合学书的 这种古雷汉洛夫的遗嘱 因为我以前在中央编译局 大家知道中央编译局 那实际上是主要我们这个 一个是党的文献 从中文移成外文 一个是外面东西移成中文 这个马恩全集 都是在中央编译局翻的 这个东西的俄文最早是我们拿到的 而且也是我们最早翻译的 那翻译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感觉是假的 我只是有一点觉得呢 跟普雷汉洛夫的文风不太一样 因为普雷汉洛夫呢 基本上是一个就是实政论者 他很少做这种预言式的判断 因为你可以看出普雷汉洛夫的遗言 他是对多少年后 这个体制将会发展成什么样一个结局 那这个感觉呢 我有但是不强烈 我还是认为呢 他说的很多话呢 的确还是很像普雷汉洛夫的那个逻辑推理 然后2001年的时候 我们就取了 就是俄罗斯去了普雷汉洛夫博物馆 和这个普雷汉洛夫博物馆的这个馆长在谈的时候呢 他点出来的一点 他们当时呢是有很多专家 他们说主要是用词里面 选用了当时在1918年还没有出现的词汇 这可见这个造假者当时不是特别高明 因为呢有些俄语词汇的出现 因为他跟其实汉语一样 他也是逐渐在演变的 比如我举个例子 现在俄语官方词汇中有很多黑话 有很多黎语 这是谁带进来的 这是普京 普京为了选民当中投其所好 因为这种表现很酷 你知道吗 温温而俩的这种外交辞令啊 什么的这些的话 老百姓并不乐意接受 书面词汇你知道那些东西 他把这个带进去的话 反而是语言生动化 年轻人非常喜欢 这也就是这两年的一个语言趋势发展变化 你会在很正式的这种文件当中 发现一些原来不登大雅之堂的词汇 那么普雷哈诺的这个用词呢就是这样的 就是他的用词造句个别的地方 1918年的时候这个词汇没有出现 我觉得这种考证是比较严肃的 但是实际上很多人都希望他是真的 我觉得那就是两个态度 他是不是真的和你希望是真的 这个是做史学的人不能以自己的感情来代替事实 这就说 其实目前就是那个俄国的 因为俄国的做商的那个事 然后就是网上也有人说 认为俄国公民社会的学习 然后也有的说就是像 你问他怎么像这样一个现象呢 就是他是不是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或者是代表了某种新的现象 还是说就是像普京他们还是太长大了 反正当然现在呢在这个莫斯科的这种游行 我认为当然是一个好事 我认为是一个好事 其实如果是俄统就是统俄党一统天下的话呢 那这个选举就没有太大的意义 这次其实俄共从原来的6%能上到9% 我认为这个俄共实际上是真的没太大希望的 我都觉得俄共的这个党 一是他没有创新 二是他跳不出原来的意识形态 三他是一个老年党 都是平均年龄在58岁以上 那么现在俄共的这种得票数反而成上升的趋势 我认为这是一个议会政治 它就是要多元 就是要多元的 所以呢 现在在马尼耶士广场 在哪里有这样的反对的声音 而且表现在非常理性 这是一种非常可喜的现象 这戈尔巴乔夫 大家都知道今天过两天就是苏联聚变20周年 那么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已经 麦德米杰夫专门授予了戈尔巴乔夫 升安德雷勋章 但是戈尔巴乔夫仍然在批评 说你们两个在私分选举 在私分俄国 在私分这种俄国一有的民主 我是同意他的这个批评 我是同意他的批评 但是其实麦德米杰夫和普京两个人呢 还是有区别的 还是有区别的 我们也从俄国的这个也就看得出来 就是一个政治制度的这种建立 它是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 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 它是有很多曲折 有很多曲折 这个呢要分析起来呢 有俄国的一些具体原因 其实这些年代你们看从经济上来说 俄国其实还是吃了他的两个老本 一个是卖武器 一个是卖石油 如果没有了这两点的话呢 俄国的经济会要差很多 恰好可以说普京赶上了个比较好的点 但这种状态你能长续吗 能持续吗 这都是些疑问 所以呢 他在这个整个的这二十年当中 可以看得出 他是在进两步退一步 进两步退一步 像列宁的著作当中说的 但毕竟我能感觉出来 其实俄国这个社会的这种社会重构 或者社会重建 还是在逐渐的发生变化 这一点的话呢 我对中国更担忧 中国更担忧 我对东欧没有担忧 因为 东欧基本上这个社会是完整的 社会是完整的 就是说你看着 我们老觉得 议会政治是眼花缭乱 你上我下 那在老百姓看来根本无所谓 因为我的整个的社会 社会结构是可以自我重域的 我不会对这种政治上的这种 就是不断的这种轮流作庄 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社会一切都是正常的 但是因为中国多少年来呢 这种几乎上没有社会 几乎没有社会 所以如果出现一些变局的话呢 将会比较麻烦 第一个我觉得就会担心 他会有其他的一种黑社会的势力冲入 或者会出现丛林化 稀稀里化 所以社会建构的这个路 可以说我们还要走很多 当然还要走很多 您好 我今天在这几个数据 还想问个问题 在这问问题前 我想先来说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没有逆车 我把它选择 对不起 第一个问题 老师国家问一下 您认为民主是手段和目的 你看这个问题我觉得不用问 它肯定是手段 你为了达到的目的肯定 不是为民主而为民主 对不起 您认不认可就是说 一个国家需要通过民主手段 来达到国富民墙这个目的 我觉得这些问题都不用问我 你自己有结论 你在问的时候 现在我有两组数据 第一组数据是 从俄罗斯联邦 国家统一集得到的 俄罗斯联邦 2008年与俄罗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990年的农产量相比 各项指标薰减少 粮食减少2600万吨 土豆减少2200万吨 肉类减少480万吨 牛奶减少2300万吨 鸡蛋减少 17600万吨 我希望您简短一点 说你的问题是什么 为什么 俄罗斯的各项经济指标 剧烈下滑 人民的死亡率下滑 人民的收费 你不用把你的数字说完 我告诉你 你的这些数字呢 可以见到各种不同的 现在是这样的啊 因为不管是这些所有这些国家的数字 都是有各种各样的 包括他们国家发布的数字 未必可信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因为呢 我在波兰就看到 波兰那种就是统计局发表的数字 找到了媒体各种各样的这种质问 各种各样的质问 他们的质问呢 是非常有道理的 所以呢 就是说各种数据拿到以后 不能单纯的信任 你要经过自己的研究来分析 因为我们在俄罗斯的时候 曾经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民调的什么什么样的结果 达到是什么样 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情绪 然后民调机构的人说 你们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就能达到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的这个民调设计是根据你出什么样的钱 想要什么样的结果就能够得到 那么这样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各种数字你不能这样拿来 因为我们和这种就是新发社的很多记者 我们也发现了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都是引用的这些国家所在国家的数字 应该说这数字没有错 官方公布的 但是呢你在那个国家的时候 你会发现 在我们国家引用的频率最高的数字 在他们国家呢 是得到最多的这种质疑的 因为他们的媒体是多元的 而且呢 他们反对派在那里不断的挑刺 还有呢 当权者呢 因为是议会政治 轮流坐庄 他在位的时间很短 他要强调不可克服的困难 所以他也尽量要说 你给我留下的这个摊子不好 而经常我们会遇到 用数字来说明一大堆的这种问题的话呢 会觉得跟实际状况 你比如说现在欧债危机下 欧洲人生活的很糟糕 我刚刚回来 我觉得 国家可能很没钱 但老百姓 你要怎么说 有个国家 你比如说我在匈牙利 匈牙利因为国门开的大 是受到了冲击 但是在波兰河 和捷克 就觉得欧债危机 几乎对他们没有影响 而且他们还唯恐没有加入 他们觉得向西靠的幅度不够大 那么我们在国内很多人说 哎呀说他们那里的政党碎片化 说他们现在间接乱的一塌糊涂 我们在那里问他们的老百姓 老百姓说碎片化是正常的 朝鲜不是高度一致吗 那个正常吗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这个职位反而可 对 苏子是否有问题的话 那我就说我的亲戚地方 因为我来的地方 原先是苏联原建的第一代老外基地 后来苏联解体了 我认为俄罗斯国力下降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在九十年代初 我们那边突然引进了很多的苏联的风气 和苏联人和苏联户 而这些东西都是高新鲜的国际 一般国家是不可能卖的 就像美国人他不能把核电飞机卖给你一样 而苏联人把我们的东西都卖了 我认为这应该就是一个国家实力下降的铁证 这么跟你说吧 就是说这种状态的的确有 包括像车城战争屡次打不下来呢 我们也就觉得很奇怪啊 苏联这么一个国家 怎么打不下来这么一个车城呢 苏联以前号称的科克勃哪里去了 实际上呢 军队本身不希望这场战争结束 军队 为什么呢 这场战争如果结束的话 他们的拨款就很少 所以是军队本身在倒卖军国 这里面呢 你刚才说的这些问题的的确也有 有一些大量的人流失 也有那什么的话呢 后来的话呢 就是包括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 都曾经反思过 说那么如果是这样的状态 那么我们是不是不要走这一步 或者这一步后悔了呢 走后悔了呢 戈尔巴乔夫认为 他自己认为我没有后悔 如果要说的话呢 他只说戈尔巴乔夫说 我说我有五个后悔 第一个后悔 819的时候我不该休假 第二呢 我不该对叶利钦太宽容 第三是什么 反正我忘了他有五个后悔 但是他都没有后悔 他的公开性民主化 这是我听的 这是我听的 如果是实施的原因的话 大家再提出会有个问题啊 没事没事 他们俩都提吧 回答快一点啊 最近有一个话 就是说俄司的航母 正说战尔巴乔夫认为 在我们计划 我们计划 就是战尔巴乔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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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计划 就是战尔巴乔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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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看待这种人家 就是他们这两个人家 不会的 我认为不会的 俄国经常是这样的 俄国是雷声大 是做个姿态看的 俄国不会有什么 任何实质性的动作 俄国就是要做 这么一个姿态 俄国人很大的一种心态 就是这种的 就是说俄国不允许 美国一边独当 你要说是谁是流氓国家 我立马就去跟他那什么 真正的仗 不会回到拢战 也不会打起什么仗 这是我的判断 一家之言 还有刚才那位同学 你看还有一个同学 刚才举手 对 您说 是这样的 最近 因为从制度危机以来 这个 在学界和这个 实际的这种 政治行动中 满满自主 都重新活了一下 比如说 像英国禁调大学的 提高尔顿 他出了一本 马克思尔文中 在日本现在有一本 是漫画的传论 就是马克思尔文中 画成漫画 然后现在在相当在 民主实践中 或者政治运动中 比如说 澳国之春的 约旦国 他发生的示威 基本上是阿拉伯的 约旦国共产党领导的 然后 像您刚刚也提了 现在俄国的示威 也是 据说有三分之二 是俄共来主导的 没有 它极左极右 都有 请问您一下 您怎么看待 就是这个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这个马克思尔文回朝 这个现象 它是一个可以持久的 还是持久短暂的 一个 一个谈话一线的东西 没有 也不能说是谈话一线 因为马克思主义 即便在西方 它也就是众多流派 学界当中流派之一 即使到 没有金融危机之前 它也没有消失过 从来也没有消失 因为在多元的社会当中 它一直是被存在的 是被允许探讨的 但是呢 有一点 它不可能成为一个很广阔的社会运动 我曾经在十年沧桑这本书中写到 现在呢 关于左派思潮 也就是所谓我们所说的这种 传统左派思潮 它是一个没有 没有运动的思想 就是说基本上跟社会运动是不接轨的 它只是一些学者在学院里头 写一些书出来 你感觉到齐则科呀 他们这些人都在写这东西 感觉到声势很大 实际上跟老百姓的这种喜怒哀乐 跟老百姓的生活基本上不接轨 那么还有呢 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一种东西呢 它现在成为一种呢 是没有思想的运动 有运动没有思想 它只采取社会党国际的一些现有的纲理和思想 而没有思想的创新 现在基本上处在这个状态下 我们因为我们当然很关注这一点 因为尤其我在编译局中央编译局 马安列斯编译局 当然很关注这些思潮 但是我们在那里看的时候 它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学院当中 一个小小的一个流派 如果你去问老百姓有没有复活 老百姓就告诉说 从来都没听说过 只是在苏东巨变的时候 我看到在马安雕像上写了一句话 说这不是我们的错误 就是说出现这种苏东巨变 出现这种社会主义的这种模式 后来的这种扭曲 并不是我们的错误 我可以告诉你这点 好 谢谢 谢谢 至于时间原因的话 今天金教授讲座到此结束 然后那明日关于东湖 我讲座的这个地址 是在童鲸校区一号教学楼的一大教室 大家如果有时间有兴趣的话 欢迎去听了 好的 我这东西 我这东西是还没有那里面的 我这东西是还没有那里面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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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麒麟 我 喔 一